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在5月13日的网站公告,为了贯彻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从今年的6月1日开始,将会启用俄罗斯的海参崴作为吉林省的内贸运输港口。 这是中国东北地区长期以来期待的出海口,也是中俄合作的一大步。 自从俄罗斯同意为中国开放海参崴以后,东北的复兴进程将在今年6月1日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借助海参崴这个海上出口,黑龙江省也可以从中受益。 在运输距离上,这两个省份到达辽宁的出海港口大连和旅顺的陆地距离都超过了1000公里,但无论是黑龙江的隋分河还是吉林的浑春市,他们到海参崴的距离只有大约200公里,而通过公路和铁路运输只需要三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因此,俄罗斯为中国开放海参崴,预计将带来东北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 同时,海关总署允许吉林省从海参崴出口,并同意浙江州山永州集装箱码头和嘉兴诈谱港作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的入口。 那么,为什么选择浙江呢? 这和俄罗斯的海参崴作为吉林省的内贸运输港口有什么关联呢? 原因在于,自2017年国家批准浙江与吉林省对口合作以来,两省的经济互补性极强。 东北地区的产品可以通过海参崴出口,然后通过海路运输到浙江,极大的补充了浙江的物资需求。 同时,加工完的东北产品在一周内就可以从浙江的舟山和嘉兴港口运往海参崴,然后通过俄罗斯铁路运输到德国的汉堡港,直接完成对欧洲的出口。 这构建了一种东北、浙江、海参崴、德国的内外循环配套。 此举将促进东北工业和农业产品的出口受益颇多。 过往由于运输的限制,东北三省这一农业丰富的地区的出口一直受到约束。 当中美贸易纷争爆发,中国在每年需要进口3000万吨美国大豆的同时,东北每年产600万吨大豆,却只有60万吨能够运输到南方地区, 这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而且也让美国的大豆更为嚣张。 然而,现在海路运输的开通,不仅比公路和铁路的运输能力更强,成本也更低。 于是,将东北的大豆运送到浙江,然后转运到江浙户等华东地区,这样可以替代美国大豆, 也能增加本地农民的收入,更进一步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依赖,真正做到一举三得。 海参崴的出口破除了东北的封闭环境,将助推当地老工业基地的复兴。 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压迫加剧,俄罗斯对中国的警惕逐步解除, 普京已经允许中国开发广大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这将使中国在远东地区建设更多的港口,同时中国资本也可以参与到俄罗斯远东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铁路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开发中。 可以预见,东北经济将越来越繁荣。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GDP环比增长4.5%,其中辽宁省达到4.7%,黑龙江增速5.1%,吉林省甚至以8.2%的增速排名全国首位。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当外部环境打破时,内部的伤值将逐步降低。 目前,在国家领导下,东北三省正逐步打破美国利用半岛封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状,其中封锁状况最为严重的吉林省更是勇往直前一马当先。 所有这一切都符合自然经济规律。 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东北经济上,是因为东北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 可以说,东北的发展与振兴将改变全球战略格局。 在历史长河中,东北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四大强国的关注和竞争,他们包括俄罗斯、日本、犹太以及美国。 俄罗斯从康熙时代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就对东北有益,既之以彼得大帝等历代沙皇也将东北视作帝国扩张的重点。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条约,逐步获得中国东北外围的库叶岛等地区的控制权。 然而,在1905年为争夺东北与日本爆发日俄战争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最终导致其帝国的解体。 无疑,为了争夺东北,俄罗斯赌上了国家的生存,最后却失去了所有。 在吞并朝鲜半岛后,日本在东方会议上制定了针对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扩张策略。 然而,在918事件后,经过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日本的侵略行动最终失败日本的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被完全消灭,日本因此下决心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为了控制东北,甚至无比坚决地向东北进行大规模移民。 这是因为东北对日本的战略意义重大,以至于日本在占领中国的其他大片土地后,都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移民。 日本通过侵略和永久占领东北的计划崛起,甚至在与俄罗斯争夺东北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尽管面临着濒临崩溃的风险,日本仍然全力以赴地争夺东北,这足以反映出东北对日本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日本在近代三次关乎国运的斗争中,有两次与东北密切相关。 每当计划失败,日本都将面临重大的挫折。 然而,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在决定命运的赌局中孤注一掷,这体现了东北对日本的极端重要性。 在1932年,日本支持满清最后的皇帝溃仪创建维满洲国的同时,与只有金钱交易背景的犹太资本家开始接触日本。 这些资本家支持日本在其与俄国的冲突中获胜。 在1937年12月26日,首届远东犹太社区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举行,出席者达1000多人。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东北以及日本神户的21名代表,哈尔滨的犹太人大约有700人参与。 在大会的第二天,考夫曼被选为远东犹太民族自治委员会的领导人。 这个委员会类似于中国各犹太社区的联合会。 大会发布了一份声明,表明犹太社区愿意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 此声明被视为二战期间,犹太社区全面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公开表态,同时也被认为是犹太社区站在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一方。 此后,来自德国和俄罗斯远东的全球犹太人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东北。 1938年12月6日,五乡会议宣布了对犹太人的友好政策,并得到了官方批准。 日本政府甚至支持犹太人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河豚计划。 作为回报,犹太资本家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从而吞并中国的军事工业体系。 1939年5月,考夫曼博士应日本经济联盟会的邀请访问日本,并受到热烈欢迎,被授予帝国勋章。 这是日本为了与中国东北的犹太社区建立更紧密关系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虽然犹太人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但他们曾经坚定地寻求在东北地区设立以色列国。 根据当时的情况,若不是罗斯福总统坚决反对这一河豚议计划并强制让在东北的犹太人立即返回国内,东北可能会变成现在的巴勒斯坦,而东北的人民可能会面临被以色列犹太人所欺压和屠杀的困境。 众所周知,犹太人最终选择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以此在阿拉伯海洋中取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进入巴勒斯坦之前,他们最初的目标地却是东北,甚至不惜投入大量资金与日本法西斯达成协议。 犹太资本对日本军事工业的资助在接下来的八年抗战中助长了日本对中国民众的大规模屠杀。 这是犹太资本对中国人民的债务。 尽管犹太人重视金钱如命,但他们还是愿意全力投入,将所有资本用于在东北建立以色列的计划。 犹太人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在他们的经济计算中,在东北建立以色列国肯定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这就说明了东北的经济战略价值有多么巨大。 在1950年,美国利用韩国这个傀儡挑起了朝鲜战争,企图吞并朝鲜半岛,然后利用此地为跳板打击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以便于侵略中国。 这一策略和当年封城秀吉以及日本法西斯的手法如出一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居然照搬了这一招。 终究,历史的尘埃落定,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功地抵抗了美国的侵略,不仅保全了东北,更捍卫了全国的领土完整。 许多人未曾意识到,朝鲜战争是美国深陷负债困境的起点。 这场战争使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军事资源,而后来马卡锡主义的出现则加剧了其军事和政治的右倾倾向。 越南战争更进一步使美国深深陷入债务危机,从而导致1971年的全面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催生了犹太资本在美国政坛的崛起,开启了犹太资本对美国全面影响的历史阶段。 从此,美国人陷入债务危机的困境难以自拔。 可以说,为了争夺东北,美国几乎赌上了全国白人的所有财产。 美国付出的代价之大,对应的战略利益也应当相等。 东北的战略价值可见一斑,那是因为它是战略利益的载体。 四大列强对东北的重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腰大陆东侧唯一一个有潜力发展为煤钢复合体的平原地区。 那么,煤钢复合体是什么呢? 第一次工业革命被称为蒸汽革命,因此,工业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水,还需要大量的煤炭和钢铁。 因此,同时具有煤矿、铁矿并布局在河流两侧的工业区,就成为了当时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增长的关键。 由于轨道运输的需求,这些工业区通常布局在平原地区,这些地方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地区,能为工厂提供最多的劳动力。 随着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这种工业布局基本已经确定,最终形成了煤钢复合体的模式。 尽管后来石油和电力成为工业必需品,但东北的这种格局已经固定下来。 尽管全球强国在过去500年里一直斗争,但是煤钢产业始终是他们实力的源泉。 根据这个法则,各强国纷纷在自己的版图上设立煤钢工业区,例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德国的卢尔、沙俄掌控的乌克兰东部、以及美国的五大湖区域。 只有具备了煤钢产业,国家才有可能进入全球顶级强国的行列。 1951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就是欧盟的前身,这个共同体的持续发展使其成为今天世界排名第一的复合经济体。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工业区布局都兼具钢铁、煤炭、发达的水系和平原地区这四个因素。 全球有许多平原地区,但同时具有煤矿、铁矿和发达水系的地方却十分稀少。 在北半球,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地区只有四个,它们分别是欧洲中部的波德平原、乌克兰东部的蒂涅伯河平原、美国密西西比和上游的五大湖区和中国的东北。 中国东北是全球三大黑土地大面积分部区之一,其他两个则分别位于乌克兰东部蒂涅伯河沿岸以及美国密西西比和沿岸平原地区,共同被誉为世界三大黑土地粮仓。 这些平原地区之所以能够养活如此多的人口,正是因为这里有发达的水系和肥沃的冲击平原。 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唐朝以来,中国的江浙户地区一直是经济中心,但却不具备成为煤钢产业的条件,因为江浙户地区缺乏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需的煤矿和铁矿。 尽管这里人口众多,水系发达,但缺乏这两大重要矿产资源,使其在本质上存在短板。 到现在为止,江浙户地区尚未形成煤钢产业和大规模重工业,而只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这也是最直观的证据。 观察全中国,东北区域独占凹头,形成了煤钢产业的独特优势。 这里有着肥沃的黑土地,拥有发达的河流水系,包括黑龙江、嫩江、松花江、图门江。 辽宁的高质量铁矿,以及三省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此地的煤钢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此外,广阔的平原地形方便了大型铁路设施的建设。 这种优势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和法国。 要知道,英法两国的面积总和还不到102万平方公里,仅为东北平原的三分之二,其平原地形少,煤钢资源更是难以与东北匹敌。 自19世纪以来的200多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无论是西方强国之间,还是西方与俄罗斯,俄罗斯与日本,满清之间,基本上都围绕着煤钢产业进行。 遗憾的是,东北也被卷入了这场纷争中,经历了长期的战斗和流血之后,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重生。 东北的历史正是生存法则的缩影,弱者为强者所实。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我们要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立足,就必须拥有坚如磐石的力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面临中,我们要善待自己,善待祖国,善待守护这片土地的每一位。 此处,我们必须特别提到毛泽东,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建国初期,就明智地确立了在东北建设大型煤钢产业的战略。 毛泽东深通历史,他清楚地知道自隋唐以后,经济中心向南移动,导致南方失灵与北方中央集权政府间长达千年的斗争。 在大唐灭亡至1860年洋务运动之前的一千年中,北方中央政府依靠强大的力量,数次完成了国家统一,全面压制了南方失灵集团。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朱元璋甚至设立了恐怖的场位制度,疯狂地打击以宋连等为首的南方失灵。 同时,他设立南北科举榜,想方设法平衡南北的发展差异。 这些措施,都是当时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 然而,在洋务运动过后,南方的士林集团演变为中国近代历史中极其反动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买办资产阶级。 从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盛宣淮、李鸿章,到后期的四大家族,以及四大家族的政治代理人蒋介石,买办资产阶级充当了西方强权的傀儡,他们牺牲国家利益以求个人获益,压迫中国民众,而且他们的经济生活完全依赖于海外。 这就是他们利用权力剥削人民的根本动机。 要改变这种局面,新中国必须创建一个防止买办资产阶级崛起的经济基础,并且必须将经济焦点重新转向北方地区。 北方和西部地区是中国革命最活跃的区域,这里的人民自然而然地支持国家,转移之后,只要依靠这些革命的群众,让人民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人,中国就能确保我党执政的稳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具有远见着实,在1947年就从外交角度获得了苏联的支持,迅速收复了东北,并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接管日本留下的工业资产,在战争破坏过的地方重建了东北的煤炭、钢铁联合产业区。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开始建设大三线,将东北的工业慢慢转移到西部的四川、甘肃、青海等革命老区。 东北工业的火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你们可以去查阅你们所在省份的工业历史,会发现在最早的工业企业中有很多来自东北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他们舍弃了在东北的优质生活环境,远赴千里,以汗水和热血为共和国的复兴付出努力,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共和国的崛起。 他们及其后代,现在许多已经成为了当地人,但他们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历史。 毛泽东曾构建了东北的煤钢复合体,它能自贡自足,与英日等国必须依赖进口不同,这样我们便不需要立刻依赖海上出口路线,因此成功避免了一个主要难题,尤其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海军力量较弱。 直到1990年代,由于我国海军实力相对对岸仍然处于劣势,远洋运输只得从菲律边外海迂回。 这就是毛泽东趋利避害的质谋。 因此,在抗美援潮战争中击败美军后,中国的东北煤钢复合体得以迅速发展。 那时的农业基础在东北工业的支持下得以完成,大规模的农田改革奠定了我国现在丰富的粮食基础。 东北的重工业发展也为共和国的崛起积累了关键的经济资本。 随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东北工业基地将资金、人才和技术向东南部转移,为东部地区的经济飞跃铺平了道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与美国产业配合、产业转移和外资输入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然而,这种模式目前面临着巨大的瓶颈。 今年6月1日,美国债务上限即将到期。 虽然美国可能不会主动违约,但美国国债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每月约8000亿美元,这样的速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说都难以应对。 此外,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从2020年的20%急剧下降至目前的4.7%,这比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的家庭储蓄率还要低一半。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现在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 在政治上,美国正面临左右分裂的危机,政治解决国家债务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无法看到。 简而言之,美国的困境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中国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避免与其一同沉没。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的出口向美国是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的,但面对美国现有的债务上限问题,中国迫切需要寻找其他的贸易伙伴。 但实际上,早在2013年,中国就准确预见到了这一趋势,从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开拓与向西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向东的对美出口形成平衡。 十年来,这项战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速每年保持10%的增长。 今年1到4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已经正式超过了与美、日、欧的贸易额。 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将在丝绸之路的古城西安召开。 从西安出发,一带一路将跨越中亚,直达欧洲和非洲,中国的贸易通道也将越来越广阔。 然而,美国似乎一直在对中国进行无理的指责,就好像是中国欠了美国什么。 但事实上,美国的不负责任的金融政策,把金融危机转嫁给全世界,已经让全球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所有的债务问题都是它自己造成的,现在的困境也是由美国的体制问题导致的。 中美之间的贸易都是通过公正公平的合同签订的,中国从未在中美贸易中获取过单边优势,而任何单边优势的出现都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与中国无关。 自从2001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尽管互联网和高科技产业在美国西部形成了高科技产业园区,但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的老工业基地却始终未能复兴。 新技术未能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加上国会议员们被诸多游说团体牵引,只关注眼前利益,往往忽视国家战略的长远考量。 因此,美国东部的铁锈州正在沉沦,而西部的高科技产业虽然大量依赖中国市场,但也正面临被中国迎头赶上的情况。 在面对当前的情况,我们需要吸取教训,高度警惕。 中国需转变重心,从原本以东部为核心的工业布局,向以一带一路的西部为中心,进行逐渐迁移。 为了振兴一带一路,发展西北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西北地区上缺乏大型工业区,而北方目前仅有的两大工业区,东北的辽中南和华北的金晶塘也需要复兴。 这需要我们积极振兴这些工业老基地,通过他们带动北方工业的再次崛起,然后借助金行大运河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西安洛阳一线进行对接。 河南洛阳,这个有着三经历史的地方,未来有可能引发第四次科技革命,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时间再深入探讨。 进入2023年,人们普遍认为努力赚钱是必要的,但是各行各业的竞争愈演愈烈,普通群众对未来的信心在日益减少。 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调节的问题,尽管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工作,但经济负担依然重。 此外,新生儿数量的减少以及年轻人选择躺平的等现象也是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要想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必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从技术层面看,税收是一个直接的调节手段。 但是,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将经济中心重新定位到老少边穷的北方和西部地区。 新的工业区的建设将带动经济增长,只有当增量增加,我们才能减少内部改革分配的阻力,并避免国内的富裕阶层转移资本。 北方地区的振兴,必须借助东南地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就像浙江省支援吉林省一样。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而不是陷入内斗,这才是我们应走的道路。 在经济层面上,东北一跃至全国前列,预示着经济增长的曙光。 这个信号源自黑龙江的鹤岗,这里曾因低房价而闻名全国。 2023年1月5号,鹤岗因停止公暖和部分公交线路的中断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这些看似都是负面消息。 然而,喜讯也紧随其后,经过2021年底暂停招聘基层公务员进行财政整顿后, 2023年第一季度,鹤岗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鹤岗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8.5%,成为全国GDP增速最快的城市。 鹤岗经济的振兴,不仅点燃了东北复苏的希望,也预示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光明前景。 专家们曾警告我们,房地产市场不可轻视,然而鹤岗在房价跌至全国最低后,通过财政整顿再次实现了全国领先的增长, 这证明房地产并非全然必须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房地产,经济同样可以实现超过8%的高速增长。 第一季度,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超越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鹤岗的表现更是位列第一,这为全国带来了希望,希望意味着动力。 只要我们继续推行大规模的改革,全国都有可能复制鹤岗的成功,解决房产问题,释放年轻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腾飞。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保护东北的煤钢复合体为目标,代表中国基层农民在朝鲜战场上击败了美国,当时依赖的是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协作。 那场战争犹如阳光驱散了浓雾,激发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家,打击敌人的热血激情。 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促使北方和西部地区崛起,这些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将从国家发展中获益。 未来的新一代将会完全不同于现在,他们会有汉唐时代的热血,开拓精神,有感为人先的豪情。 然而已见,践行天涯,这将是华夏民族精神回归的表现,那时的中国人将有开放和热血精神,甚至超过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海盗。 承载着满腔热血和为国家民族献身的信念,我们的祖先从东汉的数十人孤首塞外到唐末壮烈兵式的不退敌手安息,这样的豪情壮志已是千年未见。 如今,一带一路的发展力量如火如荼,正在带领华夏儿女的梦想进入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那曾断续千年的热血精神。 东北,这片人节地灵的黑土地,曾是历史中的大国争霸战场,如今成为共和国振兴的希望之地。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仍然成为了点燃中国经济飞跃的引擎,为中国的前行照亮了道路。 对于东北的历史变迁,就是对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一种理解,我们通过研究它的历史,寻找未来的方向和希望。 现今,中国正处于一场百年未有的历史变局之中,其变迁之大,其实已经超过了百年的时间尺度,更适合用千年来形容。 而当东北振兴,北方经济起飞,从西安、洛阳出发的商队和从宁波、舟山出发的船队将共同引领丝绸之路的海陆并进,如两条腾飞的巨龙,共同推动华夏的新盛事。 回首七十年前,我志愿军为了保卫东北煤钢复合体及国家安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们的牺牲和胜利奠定了中国现代崛起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然而,现在有一些境外资本扶持的媒体污名化我们的英雄子弟兵,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对公众的误导。 对这些哗众取宠的小丑,我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采取行动,封杀他们背后的公司,对责任人进行处罚。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子弟兵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共和国的尊严。 如今,我们同样要维护他们的尊严,对那些挑衅我们英雄尊严的小丑,他们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